放下里面是以秦职最难放下 真不容易 那佛教给我们放下的方法 最不容易放下的从这儿下手 这个能放下的 其他的就很容易放下 佛教给我们讲三十七道平 给我们讲四念处 三十七道平是由次第的 从四念处下手 四念处是看破 让我们真正明白 观身不尽 这个身体 不干净的东西 不值得留念 要看破 身体里都是什么东西 五脏六腑 排泄出来的 你就晓得了 大小便利 身上流的汗 毛细孔排泄出来的 都是肮脏的东西 你就晓得 这身体不干净了 叫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想想想自己一生 一生受的 中年以上的人 清楚了 一生受的是苦 拉拉的落 落是假的 不是真的 苦是真的 为什么 苦不会变成落 落会变成苦 不会变成苦 不会变成是真的 会变成是假的 用这个方法教导我们 落变成苦 遇到好吃的东西 吃很快乐 如果叫你 吃十万 吃二十万 你就叫苦了 这落会变成苦 打你是苦 打一边很痛 打十边更痛 不会打到最后快乐去了 不可能 所以 苦是真的 落是假的 跳舞很快乐 叫你跳上七天七夜 你就喊救命了 这四十真相 你多想想就明白了 所受真正受苦 关心无常 心就是念头 你看 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他不听 前念不是后念 后念也不是前念 绝对不是完完全全 相似 所以是相似相续 不是真点 最后 观法无辜 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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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主宰 都是无常的 一切法 都不自在 受 因缘的控制 因缘 所生法 我说 即是空 四年初是看破 四正情 是叫我们 断我修身 四如意足 是叫我们放下 放下 放下是真正功夫 放下是真正的成就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念佛 不能往生 是放不下 真正能放下 没有一个不往生 所以我们要用四念初 四真情 四如意足 帮助我们看破 放下 佛有方法 有手段 教导我们 我们好好的学 各国都有真正